現在繼續往瓦卡納前進 然後這條公路前面也是地鐵蠻特殊的 兩邊都是山 然後狹小的路站的中間 所以景色也是蠻特殊的 我們現在往瓦那卡的路上 沒想到它是一個山路 這是我們來紐西蘭第一次看這麼高的山路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這邊 哇!我們在沿著這個山一路往上開 看到蠻高的 然後這邊已經算3點 等一下應該就往下山了 因為我們早上沒煮早餐 所以我們就決定先停在3點 然後煮出早餐 吃吃飯再下去 可以看到這邊其實也是蠻多露營車或是露營拖車 我們現在是很悠閒人在這裡煮早餐 然後等一下準備吃完再繼續往 馬拉卡繼續往下走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有自走式露營車的關係 所以裡面有瓦斯有電 有冰箱什麼都有 所以可以像這樣說走就走 說停就停 鑰子東西就煮東西這樣 旅程剩下三天 這三天就好好的過吧 不是每個景點有想要去的都去得到 這是一種可惜 也留待以後的機會 有機會能夠再來 那種路最特別的就是每次走彎的時候 總是可以看到前面有更多美景的出現 哇哦 這種風景 天啊 悠閒就這樣 覆個野餐店 坐在湖邊 看看山 看看湖 湖上面有的鴨子 哇這個景色 可以待一整天 再回去的前兩天能夠有這樣的天氣 然後在這麼漂亮的地方 享受這樣的氛圍 強力推薦大家來紐西蘭 一定要多花個兩三天 就待在這個小鎮 放鬆一下心情 緩慢自己的腳步 這是蠻值得待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子 在這裡待了兩個小時 什麼也沒幹 就靜靜看著湖水 然後 遊客也很少 走來走去 相對於皇后鎮的現代化跟環華 這裡多了一些敬意與悠閒 蠻喜歡這裡的 看來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今天會在這裡待一個晚上 時間很久 超充電 去死吧 快充電 去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這個Hurley Park 其實很乾淨 一片雲霧飄在那個Saving 上方 我們來到Linking Spot 剛好前面 山高上面飄浮了一堆雲 整個非常的夢幻 讓你感覺進入奇幻出現 這邊的原因直接飄在我們的正上方耶 這什麼奇景啊 為什麼這裡可以這樣 Linking Spot 天啊 好恐怖喔 誇張耶 太誇張了 這太誇張了 有景色 不過說起來紐西蘭的烏雲車真的是蠻多樣的 有我們租的這種 MOTO HOME 自帶衛浴廚房的 也有露營拖車也蠻多的 也有我們 像台灣那種T4啊 這種自己改的 露營車 那也有那種小客車 自己來露營 然後露營地也是五花八門 有設備很好的 浮備露營地 也有低成本露營地 甚至以及等一下我們要去的 浮備露營地 我們今天就來第一個 湖邊 午餐 然後我們今天會在這裡 大概上一整天 就是一個漂亮的 免費營地 然後呢 聽說到傍晚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車過來 但是因為我們比較早來 我們在中午的時候最難 所以可以站到一個 卡湖邊的 不錯的位置 然後來這裡悠閒的吃午餐 喝紅酒 來路過我們 南島露營的 最後一個露營車的晚上 然後前方就是 這叫什麼湖啊 皮卡伊還是什麼湖啊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在Google查一下 總之就是 我們在 Camp Mat上面 隨機找到了一個 免費露營地 其實這裡 我們在過來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露營車在上面 覺得 還記得這個地方 沒想到 但是蠻有緣分的 所以剛好有找到 你本身就知道 你不是有水 你不是有水 看到沒有水 但是我們可以 管我們可以 大家看這邊 現在這個日落的景色 我們早上來的時候只有兩三個運營車 到現在已經沉入滿滿滿 然後前方那邊就是庫克山 前面還有一個矮矮白雪在這邊 然後我老婆好去拍照 拍了半個小時了 還不回來就知道她不來了 拍照 大家都在拍照 這裡好浪漫喔 很適合情侶來 有趣 雷 雷